夏日细水是许多民众的最爱 不过龙井区的民众在陆下之际可就笑不出来 为在龙井区中央路的三德游泳池 在5月1号暂时停止营业 造成民众错愕 议员陈世凯杰或陈琴前往关心 对此运动局表示 近日将会跟游泳协会来进行协调 希望可以尽速开放 避免造成民众油气权益的损害 大门紧紧深锁 民众无法进入 让上门游泳的民众吃了闭门根 位于龙井区中央路的三德游泳池 5月1号这一天暂时停止营业 造成民众错愕 议员陈世凯杰或陈琴前往关心 今天是5月1号 我们的龙井游泳池 今天大门竟然是深锁的 那我们现在非常的担心 台中市政府的运动局 到底什么时候有办法把 这样子的游泳池 一个这么好的设备 能够发包出让有人来管理 让这个游泳池可以开放给所有的龙井的乡亲 可以继续来使用 根据了解三德游泳池原本是由运动局 委托三德早泳协会代管 但早泳协会因人力问题无法继续代管 希望由台中市政府接手管理 但是福运动局却迟迟无法找到接管单位 导致泳池暂停营业 我想首先运动局是要感谢游泳协会常常来跟我们的协助 还有地方预言对这件事情的关心 那用运动局已经是预计在礼拜五早上 会跟那个游泳协会像秘书做一个协商 因为他现在人力上也确实有些困难 那运动局希望能够协助解决人力上的困难 我们希望把那个没有办法开放的这个空窗去做到最短 那保护民众的那个游泳的权益 运动局表示近日将会跟游泳协会进行协调 协助解决协会的困难 希望泳池尽速开放 避免造成民众游泳权益的损害 杰阳中华台中采访报道